三十九岁的日本女星蚂蚁 在2014年10月 与台素集团创办人王永庆长孙 红人集团总裁王文阳长子王全人疯子成婚 婚后她还重复姓改名为王蚂蚁 并于2015年4月诞下两人的爱子 此后便隐退 获取了乡夫教子的生活 嫁入好门的麻衣 看似幸福美满 甜蜜的婚姻生活不过才两年多就被传婚间 老公过家门而不入 每个月给麻衣高额的生活费 让她跟孩子独自生活 饱受冷落的麻衣带着儿子婚日进去 虽然会是不是会回台 看望公公王文阳 但老公却依旧不曾现身 今年五月还没曾爆料 王全人为了取新花空节